没有 我得要把10筐猪草割 割完了才能回去啊 不然我害怕等下被姐姐骂 我现在才割了4筐 还唱6筐呢 反正我们这猪草也挺多的 现在不割的话也老了就不能要了 哦 我手桌啊 手桌在这里 这是哥哥送我的 谢谢你们 就是你们进来的帮我点点赞好不好 然后感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喜欢 对 我们这里还没有天黑呢 现在7点半 我们这边差不多8点才天黑 8点 现在在我手上的话是丢不了的 没有他说他要去摘别人的玉米 他说是借的 我说是偷 然后他骂我 然后就不让我回去嘛 就让我割10筐猪草才能回去 不然他不让我进门 哦 爸妈的话在外面就是上班 打工 对 我们这里几乎都是8点才黑 8点黑 哦 我哥哥现在还没过来 还没来 没有没有 谢谢你的喜欢 什么几号 没有怕他 没有怕姐姐 但是毕竟她是我姐妈 有时候该听的还是要抵替 他性格就那样子 反正我也是习惯了 就不要不要在乎他说的话就行了 对 在大凉山 是的 我先搁一点 不然等一下要天黑我就搁不了了 梁山哪里不知道 就是梁山母语之乡 你们知道母语之乡吗 你们亲爱的能不能帮我点点亮 然后让哥哥进来看我直播 呵呵 说不定哥哥他等会就上来找我们了 我这不叫怕 这不叫怕 我这算尊重 然后也是 姐比我大嘛 是我姐嘛 那有时候 唉 能让就让嘛 对不对 而且他本性是不坏的呀 他嘴就那样子的 就是说话的时候很凶而已 就是说话的时候很凶而已 就说话的时候很凶而已 哥哥 哥哥他是在这边有工作的 好像是做 做 做 做什么一些能产品什么之类的 哥哥好像 哥哥是有公司的 哥哥怎么 我怎么可能跟哥哥出去上班啊 我看你们说的啥 我感觉我姐姐他就是爷给哥哥看的 哈哈 懒是很懒的 啥都不会干 然后哥 我就是哥哥过来的时候就是说话的时候会装一点吧 哦 我们这里没有蚊子 没有蚊子 因为这两天有点冷有点冷 所以蚊子没有了 然后平时夏天蚊子也很少的 我出去不了啊 家里面还有一个奶奶在嘛 然后奶奶身体也不是很好 所以要得照顾我姐姐呢 她她的话出去上班也出去过的 但是上了几天班她又回来了 她上不动 然后谢谢你们的关注 谢谢你们的喜欢 然后就是你们进来还没给我点亮的 帮我点点亮 就是帮我点赞一下 她伺候不了 她有时候对奶奶还挺凶的 有时候 我姐姐脾气很怪的 可能 我姐姐的脾气我都猜不透 然后我又不放心她 让她照顾奶奶 知道吗 你看你们你们视频中 应该也开得过啊 她什么事情都不干 对不对 然后天天就我一个人割猪草 天天我做饭 我不做她还要骂我 没有你们乱讲什么呢这个直香 好吃懒做 有点吧 有点有点 没有 没有你不能这么那个什么你不能这么说我姐姐 我姐姐还是有人要的追求她的人还挺多的 但是她就喜欢哥哥 我爸妈 那我爸妈他们在外外面上班他们工资会高一点啊 然后我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出去上班的话工资肯定也没那么高 我一个人顾家的话肯定顾不来 然后就爸妈出去两个人一起出去上班可能会好一点嘛 所以爸妈就一起出去了呀 然后我就留在家里面 姐姐她又 她出去上班又上不了对不对 让她去上她也上几天又回来了又上不动 那没办法呀 没有弟弟没有弟弟 没哥哥就姐姐我娘 家里面就姐姐我娘 小伙 天黑了快点回去 还没有黑还没有黑 现在 差不多我们这边八点才天黑八点 姐姐不是疯子 不是不是不是 我姐姐性格是那样子的 怎么可能是疯子 疯子哪有这么聪明啊对不对 我姐姐追她的确实挺多的 是 上门女婿吗 我们 我们 我们这里好像没有上门女婿这种说法吧 好像没有 是的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姐姐很正常的 她就是说话有点凶而已 她在家里面 然后她让我割石框 猪草才能回去 不然她不让我进门啊 对你们能不能帮我点点赞 就是人情能不能帮我升到一千 然后就是 新来没点我 没给我点关注的 关注一下我 谢谢 然后以后我会 时常更新我的日常生活 我 对她就是脾气有点怪而已 所以你们 但是 但是可能要换做你们的话 可能 可能应该你们也受不了 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 打工啊 我啊 我是 我 其实我也不小了 反正就是成年了 她不割猪草 她连猪草都不会割 她上次割过的 然后把 把自己的手割破了 从那以后她就怕割猪草嘛 所以她一直不干活 是这个原因 她连走过 走个路都 都要 扭到脚的 你说 你让她割猪草 你觉得她会吗 她以前小时候 因为她是大的嘛 大的 所以我爸妈都没怎么 就是 就会惯着她嘛 我讲相差 差不多 我讲相差也是有点大的 所以爸妈就 从小就惯着她嘛 是要怪怪的吧 你 老长大之后她就啥都不干 然后我爸妈也不会说 爸妈的话 她做就做不做 爸妈也不会讲 我看一下视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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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的喜欢 对帮我点点赞 现在现在是三万赞是吧 能不能帮我点到五万赞 对你们能不能帮我点到五万赞 我们这里还没 我们这里还没